Future Hey, What's up? This is Future You're watching Toys TV 咦? 開了一波 這麼鬼化? 玩具TV第31季第10集 不夠日本玩具? 我就他媽的來一個日本模型 好像我自己有沒有試過在這裏介紹自己的模型 我以為你說播魔神英雄傳的時候你還沒出生 這麼巧? 我都可以看YouTube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HG系列的魔神英雄傳 在後半部分登場的龍王院 不過重點都有一句 不是這個二頭身 是這個等身帶九頭身的重新設計 Bandau基本上已經養壞了所有玩模型的朋友 為何這麼說? 因為顏色又不需要怎樣上 砌又不需要怎樣上 特別是處理水口 它比油更漂亮 整件事就是黏著 當然其實講多一點 我相信現在特別是一些國內的模型產品 反而一些預先上色的產品會比較多 Bandau仍然說要自己弄多一點點 但當然接下來的趨勢會是怎樣呢 真的拭目以待 真的講回模型 其實推出了也不是太久 也不算很新 但坊間我沒有記數也要三百多元 XG300多也不少 我想正常用高達來比較 都是百多元左右 XG1比144的高達系列 但是 不過這隻應該有大 XG1比144的高達多一點 可以這樣說 而且重點是比較多一些拋光件和電動 所以在定價來說 相對都會高一點點 竟然 竟然 可能是否撞到那件三蝦 好像沙沙的聲音 是我的聲音沙 Anyway 現在會不會好一點 或是轉個咪 Thank you 有聲音不斷問我們會不會講Ganix保幣 我們講了 你遲要入場 不要緊 其實你可以看我們這個重播 OK的 好了 講回先 許sir其實你小時候 是不是都有看魔神英雄傳 應該是魔神一的後段 沒錯 第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吃高達左邊的乳房 以及超時空右邊的乳房長大 所以白色的機械人是特別感興趣 他就是中間的第三個乳房 當然 我沒這麼說 牛有很多個乳房 當然你說他一出場 魔神英雄傳 然後龍神號 他藍色為主 其實整個配色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經常講大學元邦藍的設計 很多時候都是 透視你就不要說 紅白藍 那當然是白為主 紅為主 還是藍為主 剛才這樣說 我們都是吃高達和VF1 奶水長大 所以他這個龍王軟一出的時候 哇 不得了 這個配色 如果我們重回玩具的角度去講 就是 我覺得BANDAI這幾年 就是最出色的 其實他真的做白色的質感 譬如這個透亮感 或者顏色的實度 所以我覺得 剛才德哥說 你種壞了那些模型油 包括小禮作 我游都游不到這麼漂亮 所以整個感覺 除非我想玩戰選 還是魚學 但我從來都不是很偏向戰選 所以再加上 是否小時候 你總有個夢想 就是什麼時候 我可以把龍神院 龍王院什麼院都好 拉回牆 但如果你以個比例去講 我覺得這套龍神號 或者龍王院 比例有少少偏長 當然這個沒有說 究竟是九頭生八頭生七頭生 我就覺得可能是七點五至八會再英俊 或者再叫科一點點 剛剛你說BANDAI的白色很厲害 我剛好看到有人砌了那一隻 新的Master Grey 那一隻 他的樣子好像 瘦大 那一套叫什麼 是 Narrative 那一隻白色 那一隻好像噴到瓦油 很完美 MG也好 PG也好 什麼G套 我覺得分界線 就是獨角獸 或者Phoenix打喉 和Narrative之間 那隻白色 嘩 忽然之間 我還蠻擔心 買玩具 不用買玩具 不用買噴油 你雖然說這隻三個水 你說的都是三個水 整個質感 是 真的 他這隻白色真是不可笑 真的 多一句 其實我們今集已經說 不是說龍王院 是說BANDAI的黑魔術 因為其實真是說 先不要說現在的拋光黑 或者拋光白 其實真是說 神祖 即是預先上色 要數到超過十年前的 我叫限定模型 RX-79G 他本身整件是跟你噴了迷彩 是迷彩 我未見過 有綠地、雪地、物林 物林分三隻 雪地分兩隻 他一共出了九款 九款 九款特別認識 他未算你原本在街那隻 所以整個 是很漂亮的 噴得很漂亮 還有其實還有第二款 就是限定的當打機 當打也出過一個 已經噴定灰色 應該是空中迷彩的 這兩個系列 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 都再沒有出過 但是這些已經不是什麼 黑科技 是十幾年前 BANDAI已經做到的事情 他現在不做 可能是人工最便宜的年代 可能 我猜 應該都是噴版電腦 就是排版上色 不要用人手 那不切 德哥我想問 譬如這隻HG 其實他不需要考慮 他比不比例 因為他本身沒有比例模型 他的油是原色 但我想問 有沒有滲線 或者有沒有滑線 或者 終於說回這件事 好了 Box Arts是非常精彩 而且老實說 玩HG模型 一定是買Box Arts 無論你哪個系列都好 我七成左右 通常 你說回Mighty Strike Gundam 我覺得模型正常 不是很出色 也不是很差 但是Box 一齊 不止我家 二十年前那堆PG 對現在的封塵 全部 尤其那隻Mk II 泰坦斯版 從來都是放 我好朋友 我都未認識你 你就放那隻東西 看那個盒子 不是 玩模型 真的要留意他的Box Arts 這個是一個極精彩的Box Arts 還有他有少少九十年代的感覺 你說不說 因為他真的要跟回我們的童年 即是無都未出齊 那個年代是有這個感覺 我很小時候已經出齊 我們回到這裏 講回剛才這件 風旺形態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德哥 為什麼你現在一展示就展示鳥形 因為方便變形 和一會兒入合 每次特別是韋基尼那些 叫做有時間 我老年都變了機械人 然後變回飛機 我就可以入合 大家就省些時間 明白 其實手工相對比較簡單 我只是把灰色板噴 就已經搞定 其他全部都是成形式 包括紅色和金色 所以變成在製作方面 是省了很多時間 金色就用回 金色就用回 即是一些沒得選的 儲口位 即是儲口位 就用回金色補回 紅色就用紅色補回 一些白色的件 其實主要是用灰色的滲線筆去畫 一些灰色的件 其實不顯眼 但我全部都用了黑色的 Copper 0.02 就全部畫完線 變成不會看上去那麼寡 和霹靈 後面都看到引擎位 都用了黑色的線去滲 那製作過程其實不算很繁複 對 兩天 兩天 或者我一次過說了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 或者留意的地方 第一 本身在鳳凰形態這個紅色的角 你在變形的時候要很小心 剪件的時候也要很小心 最好就是按著它來剪 否則有機會會斷 但沒有被用送的 千萬不要想這些東西 太奢侈了 另外就是大家要留意 我看到坊間在這個股關節是斷的 因為本身已經噴灰色的關係 我是更加厚 所以在裝組之前 我已經磨幼一點才塞進去 都是這麼緊 那需要等坊間三廠出寶品 金屬件 他肯出就最理想 不過我又覺得他不同 就是RG的合金骨 他出的機會是會小很多 這樣 那另外我想一下 莊組來說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他的貼紙 是很容易難的 而且持久度也不高 所以變成可以油就油 可以噴就噴 這一個是這麼多 優點就是你真是很少東西搞 那這個鳳凰形態其實已經是 你看到一些透明件 這些美翼 它已經做得很漂亮 亦都相對比較簡單 說某樣東西 特別在拔這些透明件出來 你要小心一點 最理想就不要硬硬拔 你有哪些位置卡住 麻煩你用一把筆刀 戒一刀 你才拔出來 那你就不會爛 不會塗 不會變形 這個是裝組的時候要留意的地方 好了 真是搞這東西了 我拔出來 台座是比較簡單 也是砌出來的 但是簡單單是透明 我喜歡的 是呀 我喜歡的又黑又大 我也是喜歡透明簡單 是呀 是呀 按下訂的 為什麼我要找東西呢 第一 就是把鳳龍劍拿出來 第二 就是 咦? 不要跟我說不見了 大哥 它本身 心口腹部有一塊件 什麼色 灰色 咦? 我真的沒有 很明顯的 不是 是黑色 是一個 我安全地放在這裡 蓋子呢 是不是在地板精靈裡 不是吧 有沒有開過 而又 掉了出來 不要嚇我 這件事我真的很牙煙 沒有 剛剛還在 不是 不是 本來我們還說 在哪裡刺下去 先介紹一下 好 這個真的沒有了 整副東西就廢了 我 還要噴過 你不能跟回原本色 好了 回到這裡 我特意放在盒子裡 很安全地 沒有 不是 我沒有特意開 所以變了我 很小心處理 你怎麼開的 其實我 我 其實我拔出來之後 我就已經放在盒子裡 開過 回來 這件事很牙煙 好了 其實就著這個鳳凰形態 可動 大家已經預料了 頸 頭 嘴都可以可動 挺有趣的 所以都 另外 基本上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以說 所以馬上要介紹的就是 先拔出盒子 先拔出來 因為我想在未變回龍王形態之前 都給大家看一看盒子 而這個鳳龍劍 就可以 給大家看看鳳龍劍的設計 都很漂亮 金色 本身我下面黑色的位置 都叫做油了 上面黑色是貼紙來的 上面黑色是貼紙來的 位置都很漂亮 可以直接這樣放回 在盒子裡 夾起來 就完成了 灰色我都用了黑色的線去畫 好 變形了 都不複雜 希望我可以在不看說明書的情況下 搞定 第一件事 就是把所有東西拔出來 特別是它的特效語毛 好 許Sir 你對上一次砌模型是多久之前和砌哪一盒 很久之前 我想是 HG 那時候還沒有RG的年代 我想HG MG都有砌 PG 那時候砌過一隻F1 哦 PG 還要是 那隻應該是PG 嘩 還有一隻很特別的 就是F91的1比60 嘩 那隻是半成品 是 它的胸口是金屬的 嘩 都很多年前 嘩 那隻我還有一個殘骸 還有一個殘骸 還有一個自製戰損板 還有一個殘骸 那隻也是好東西來的 是啊 胸口隔細艙打得開 是啊 已經變成殘骸了 當然了 當年那些高達模型的水準 和現在相距都比較遠 兩馬子的事 已經把後面和腳已經變好了 原來機械人造型 是啊 我開頭以為鳳凰是比較漂亮 其實兩個形態都拿捏得很好 對 相當之不錯 因為其實比例上不容易 大家知道它的變形 因為魔神英雄轉 都是一個很小同向的卡通 那時候小弟都是 我想頂籠都是高少 可能還沒有 所以都是那個年紀看 四五年級看 因為阿菲雲也是十歲 十歲 十多年 所以它的變形很簡單 一反 而且它難以為比例的掌握 就是它要將兩隻腳 變成兩隻翼 你想想 不要說小隻 人也好 手和腳的比例 都非常不一樣 所以它再變成一個等身的 一比九也好 一比八也好 其實它真是處理得相當不錯 是的 其實 等許Sir幫忙 在Dead Air解說完之後 我叫做變形 是只剩下的那顆東西 這個魔神英雄轉 留下給我們最經典的 就是機會來了 飛雲 沒錯 大家其實有留意 沒有記錯在創界山 第四層的時候 龍神院 結果去到第五層屆的時候 戰道部 即飛雲 亦都求了聖水 將龍神院 和空神院的靈魂結合 成為了龍王院 變成整件事 所以就全改了 嘩 你多麼仔細 我純粹覺得很帥 超帥 這套東西真是經典中的經典 而且我小時候覺得 為什麼高達厲害 你設計那些角的時候 Walker也在那裡 三隻角單數 永遠是二個雙數 我覺得龍王院勁就勁在 四隻角一點都不像長頸鹿 或者聖誕鹿 四隻角設計得這麼帥 多數都是三隻角五隻角 我覺得它是真的 另外我想突然之間 又想提一提 當大家裝組龍神院的頭部 其實正常來說 下面這一節是紅色的 所以你要預早一點 先塗黑色 才塗上去 就有現在這個效果 當然 就著整個形狀來說 無論是龍王形態 和鳳王形態 都是拿捏得非常好的 大家不介意 或者可以花一點時間 在邊緣上用灰色筆去畫 整件事就會好看 至於它的關節和一般的高搭模型 其實分別不大 所以我都不太多說 剩下的就是 看看你對魔神英雄主角的愛有多少 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待會見 好